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崇他 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 法老的车辆军兵 耶和华已抛在海中 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 深水淹没他们 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 耶和华呀 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 耶和华呀 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你大发威严 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 你发出烈怒如火 烧灭他们像烧碎街一样 你发鼻中的气 水便聚起成堆 大水直立如垒 海中的深水凝结 仇敌说 我要追赶 我要追上 我要分卤物 我要在他们身上 趁我的心愿 我要拔出刀来 亲手杀灭他们 你叫风一吹 海就把他们淹没 他们如鲜沉在大水之中 耶和华呀 众神之中 谁能向你 谁能向你 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 施行其事 你伸出右手 地便吞灭他们 你凭慈爱 领了你所属的百姓 你凭能力 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 外邦人听见就发颤 疼痛抓住 非力士的居民 那时 以东的族长金黄 磨牙的英雄 被战精抓住 迦南的居民 心都消化了 惊骇恐惧 临到他们 耶和华呀 因你绑壁的大能 他们如石头 既然不动 等候你的百姓过去 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栽于你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呀 就是你为自己 所造的住处 主啊 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耶和华必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法老的马匹 车辆和马兵 下到海中 耶和华使海水 回流淹没他们 唯有以色列人 在海中走干地 亚伦的姐姐 女先知米利安 手里拿着鼓 众妇女也跟她出去 拿鼓跳舞 米利安应声说 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 投在海中 摩西领以色列人 从红海往前行 到了舒尔的旷野 在旷野走了三天 找不着水 到了马拉 不能喝那里的水 因为水苦 所以那地名叫马拉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 说 我们喝什么呢 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 为他们定了 律例典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又说 你若留意听 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 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于 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 是医治你的 他们到了乙林 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在那里有没有 敏锁树 其实就像一样 兴趣的 那里有很多 感觉 你们增添 我们 感谢观看